疫情数字节节攀升 我国星期三就开始落实了第二波的行动管制令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MCO2.0 那大家是不是又看到这个单调的背景呢 其实就是因为呆南在MCO期间 不能去到工作室来拍摄和录影 所以暂时只能以这样子的方式 继续和大家讨论一周的大事啦 那言归正传 本周最大见识呢就是这个MCO2.0啦 那到底我们这次的MCO要持续多久才能够有效 呆南今天就邀请了国大医院急诊专科顾问 陈佛梁医生副教授 来和我们谈谈这个疫情数字 还有MCO的成效 还有一些疫苗的这些最新进展啦 陈教授好 你好你好 嗨韦文 第一题就是我国星期三就是开始两个星期的MCO嘛 这样你觉得这一次的MCO是不是能够成功阻断这个疫情的传播链呢 其实呢MCO的功能呢就是一种隔离的方式来抗疫啦 其实在这个MCO的政策呢开始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疫情其实不是很对这个病毒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们第一次做的那个MCO会比较彻底一点 然后当我们得到更多的资料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知道怎样做对的政策 所以呢现在MCO是局部MCO不是说全国MCO 是因为他们考量到这个经济的能力和经济的那个盘患啦 然后加上呢那个死亡率呢大概是0.2到0.4% 所以呢取舍了这两边的那个风险呢或者是他们已经算好这个风险的话呢大概在局部的做MCO的话 对抗疫和对经济的发展这双方面其实是比较完整的 刚才因为政府暂时是讲两个星期嘛 所以NONISAM其实那边还是预计讲可能最多就是四个星期罢了 然后这样你觉得四个星期的可能性会不会比较大呢 现在的疫情呢为什么四个星期暂时是说是四个星期呢 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疫苗啊就要在这个二月尾这样子 大概会进入了我国 在其实在一月尾的时候已经有一批的那个我们的疫苗啊已经进入了马来西亚 二月尾呢是那个辉瑞的辉瑞会进来 当辉瑞进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概是二月尾啊 大概是刚刚好那个MCO完毕了过后 还有就是说为什么这个MCO要延长要四个星期呢 因为两个星期的MCO大概大概都不会达到什么效应 所以四个星期大概都会给一点点才有一点点的效应啦 其实它只是压平曲线 这样你其实如何看待就好像哎 吉兰丹就是原本是CMCO的地区它就直接变成了MCO的地区 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呢 昨天呢就是因为昨天你看 吉兰丹的那个数据啊大概是140多钟 不然间增加 然后呢可能是那个吉兰丹大医院呢 它的那个容量可能有限了 所以呢如果是说趁这个时候每个地方都有做MCO的时候呢 就一次过施行这个MCO这样子的功效会比较有效啦 比起比起你说在十多两个星期才做 也会太慢了可能 对所以呢大概这个时候也是应该是压平曲线的时候了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为什么MCO现在还落实 OK谢谢你所说到现在其实算是压低这个疫情曲线的这个 算是黄金时刻吧 像其实我们再看回去年三月的数据 当时的单日确诊数是百多钟 然后就MCO就要落实大概两个月降久 然后病例才慢慢趋缓 但是你刚才有说到就是 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病例每天都两三千 甚至三千多这样子 像我们还能怎样做才可以真正的降低这个基本的感染数 其实抗疫有很多方法啦 抗疫其实是有跟着三个步骤啦 第一就是我们就是 就是隔离啦 第二就是说我们要把医疗就是把药物 把医疗这个病毒 然后第三就是我们叫做 防疫就是我们叫做预防 对 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呢 这个新冠病毒呢 因为这个性质是没有医疗方法 就是没有治疗 所以它暂时性我们只能用隔离这个方式 还有这个疫苗的方式来抗疫 可是问题现在我们只是有这个方法 疫苗还没有到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MCO是用这个采取这个方法来 by time 就是说给一点时间 当我们疫苗进来的时候呢 这个疫苗其实是可以辅助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的isolation 就是我们隔离的这个方针啦 疫苗有好处就是说人工感染 在最低风险下 在最好的医疗服务和医疗的监测下 我们把我们的人民有点expo 就是开始被感染这个病毒 意思说感染这个病毒 它不是叫感染 可是是好像感染这样子的原理 就是接种啦这样子 接种啦 接种的原理 其实要抗疫呢 我们需要80%的社区感染 其实你刚才有说到疫苗接种 就是算是一个人工接种 这个方式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嘛 其实我有讲到就是 其实有几个病例就是会 那个人其实曾经感染新冠肺炎 或者是新冠病毒了 他又第二次又再感染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科学的报告只有一个 就是说他在新加坡有一个个案 他们说这个病人有在感染的风险 可是呢 现在最新的科学的报告呢 他说其实是因为这个病毒 就是这个病毒呢 在我们身体可以逗留的 不只是说你感染过后呢 你病好了 可是那个病毒还是会在身体存在 达到超过100天 OK 所以那时候呢 你要做testing 在100天过去做testing 还是有那个病毒 有些人就说这个新感染 其实不是是同一个时间感染的 OK 他只是说那个病毒 因为很多 其实不用担心 其实我们在一直里面 我们都跟病毒一起像 我们叫做 互相互助的 共存的 对 这个是在共存 所以我们身上有很多病毒的 就好像我们的眉毒啊 其实 其实眉毒啊 或者是我们的chicken box 就是我们的那个 嘴痘啊 他们其实 还有那个生蛇啊 其实这些病毒一直都是在我们身上共存的 这些病毒或者是我们的 flu 也是一样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 游行感冒 其实也是一直在我们身体里面 因为病毒呢 它是一种很奇怪的 奇怪的那个怪物 我可以讲是黑脸 为什么呢 因为病毒 它开始的时候呢 它发病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凶很狠的一种 一种生物 可是病毒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不能自己 它不能自己繁殖 而它不能生存 如果是没有人类 或者是没有hose 或者是没有互物 对 如果那个病毒呢 它要进入一个hose 还是进入一个人体的话 它还可以繁殖 传宗结代啦 是 可是呢 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这样凶 这样狠的去注入一个房子 一个物质 这个hose 就是那个生物身上的话 你杀死了它 对那个病毒有什么 有什么的用处呢 有什么的功能 它不能再繁殖啊 如果那个hose死完过后 对吗 所以病毒的性质呢 其实是这样的 当它开始那时候 进入身体的时候 它们不明白我们身体的构造 它们会做出很多种变种 它会做出很多种反应 来慢慢把他的性格 他的性质呢 慢慢变换 变换 意思说压下 意思说 它要开始静悄悄的住在你的家里 而没有弄成那个人体有问题 要共存嘛 要共存 每一个人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每一个病毒的性质都会变成这样子 慢慢的变成静悄悄的进入你身体 而没有弄到你什么感觉 不会感染你啊 或者是造出什么问题 它会住在那边藏 所以我们这个病毒会慢慢慢慢减缓 然后慢慢的无形无踪 就好像现在你困难 诶 中文的病毒现在没有什么症状 没有什么那个 磕受伤疯 比较少症状的 然后它开始就好像不死亡率 会开始渐低 那就是因为病毒开始变种 开始adapt 就是跟你要共存的那个 荷叶它开始变种 所以我们说不要这样慌张 每一个瘟疫都是这样子 可是这个杀伤力呢 就要看那个 病毒开始那个 开始演变成一个杀伤力很强的时候 它造成的最高的那个 那个杀伤力是前几年 它最高的杀伤力是前几年 或者是前几个月 对 初期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懂 每一个病毒它有自己的性质 我们很难说这个病毒会 但是呢 vaccine呢 可是vaccine呢 vaccine就是疫苗呢 它就会减短了这个 减短了这个杀伤力 意思说减低这个杀伤力 就是说我们会不要 当那个病毒慢慢adapt的时候 就是慢慢适应的时候呢 我们也把疫苗放进来的时候 把保护那一群人 不能成为那个 病毒的吸增品 vaccine 其实它好像 有传出有很多副作用啊 然后会导致 可能会导致有人注射 或者写中构死亡 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其实你觉得vaccine 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vaccine和药物是不同的性质的东西 药物是给有病的人 是 疫苗是给健康的人 好不好 所以给健康的人呢 对疫苗那个 柯薄的方式去看呢 其实是 那个SOP 我们所谓的方程式去 去查每一个安全性 每一个安全性的话 它会比较高 比起那个药物 打疫苗的时候 我们不想 当疫苗进入身体的话 造成病 造成一种病 或者造成死亡 那种是一种 就是一种 性质在杀人 这样子嘛 对嘛 因为你不是医治 你是杀人 所以那个不同的性质 所以呢 当这个疫苗说的有什么 杀伤力啊 或者是有副作用啊 其实是每一个疫苗 都有副作用的 只是说它发现率高不高 还有它的安全性够不够高 问题现在呢 以前呢 在每一个疫苗开演化之前呢 都是有这个情况 就是有人暴毙啊 或者是打了 过后有人会死亡啊 可是你要记得 疫苗的杀伤力 可能0.0000001 可能很多人在中间 可是比起那个 我们的杀伤力 就像美国的话 他们的那个死亡率 大概是4% 我们马来西亚是0.4 你知道吗 我们马来西亚是0.4 很低耶 比起那个疫苗的 那死亡0.0000001 的话呢 就是风险只是在于 我们的敏感啊 或者是 一点疼痛啊 一点点发烧的感觉啊 可能你打了疫苗 过后没有效啊 可能打了疫苗 后没有效 就从中过那个 那个没办法 那个每个疫苗 都有它的那个 好处和 打不好的地方啦 可是不要 不要怕 如果是敏感的话 我们也是有药医 OK明白 如果有不重要的话 在医院的那个监视下 如果是区间压瓶的时候 区间压扁的时候 我们医疗的那个 那个capacity 就是医疗的那个 容量比较好一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 monitor properly 那个vaccine的反应 老师 那你有什么东西要呼吁民众吗 就可能 像二月过后 没有了MCO 民众到底要怎样做 才可以真正 帮助医疗体系 帮助政府 一起来对抗疫情 这样子 其实呢 第一就是说 我们第一就是遵守 我们卫生局所处的那个政策呢 我们需要对政府有信心 就是说对我们的KKM和全部的政策有信心 然后呢 我们需要随从跟着 跟从每一个步骤 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很累 大家都很烦 很累 经济又不好 finanship 经济又不好 又要坐在家里 忍耐一下 因为我们的疫苗要进来了 再等多几个月过后 我们的情况会好转 一年的那个辛苦 和我们 struggle 我们都付出了这么多 为什么在这时候 我们要放松这个 放松了下 松懈下来 而导致了一年的那个功夫 全部都白费了 还有就是增加电门 就是说多一点 听一些比较正确的信息 学习 学习一些那个真正的方法 听 expert 说 然后呢 再做一点 research 来印证一下 那些 expert 所说的话 不要全部都听回 好像说我现在分享给你听的话 你可能也未必听到 100%听完我所说的东西 你也是要验证一下 去找一些那些书本 或者找一些 research paper 或者是找一些 news 对什么医疗啊 或者是想要更了解病毒 还有预防方式的话 其实也可以去我们的这个 Professor Tan的YouTube channel 或者是他的 page那边 了解更多啦 这样子 对是 我会尽量去那边讲解啦 谢谢你 OK 谢谢Professor Tan 其实就是我想讲的就是 其实国内的医疗体系算是很 很好了 然后我们的前线人员 其实也在尽心尽力的为大家付出 这样子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做好本分 遵守 SOP 就尽量不要到处乱跑 谢谢Dr Tan 好啦 以上是我和陈佛良医生副教授 所做的访谈内容 喜欢本期影片吗 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还有继续关注呆难关注大小事 以及硬塞智库 我们每周都会为你整理一周的大小事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